那么今天也是六都市长就职之后第一次的行政院会 除了新北市长朱立伦之外 其他的五都市长通通都出席了 那么第一次也是以市长身份参加的台中市长林佳龙 桃源市长郑文灿都会向中央争取经费 那么同样也是第一次列席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则是没有和其他与会者有太多的互动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席蓝色外套进入行政院 不过第一次以市长身份列席行政院会 柯文哲和其他人没有太多互动 同样第一次以直辖市长身份列席行政院会的 还有台中市长林佳龙和桃源市长郑文灿 六都直辖市长就职后第一次行政院会 除了新北市长朱立伦之外 其他五都市长通通亲自出席 就是要来跟中央为地方争取经费 希望说中央对于跟地方的建设的支持 尤其是台中在我们重大的一些交通跟建设 中央所承诺的800亿的建设的补助 能够再次的来确认跟尽快的来落实 还有包括2018的花博跟2019的东亚青年运动会 中央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个直辖市 那么桃源过去在准直辖市的阶段被打了七折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会高分辈要求公平的对待 升格为第六都直辖市的桃源 绿营四位直辖市长有备而来齐聚行政院 塑造地方包围中央的压力 虽然院会后来没有讨论到财政划分 但他们都表示会议气氛不错 渴望让中央与地方成为伙伴关系 以合作代替对抗 6点V 较为凡几次刚 台北报导